很多女生都曾经怀抱过芭蕾舞之梦 幻想自己穿上蓬蓬裙 还有绑着粉红缎带的芭蕾舞鞋 甚至成为芭蕾舞者 但其实你知道梦幻舞台的背后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心酸血泪 国内第一位成立五一设计品牌的设计师林秉豪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芭蕾名 他以芭蕾群音为名 用非常幽默的角度画下这些芭蕾舞者 忠实呈现舞者们的心机独白 还有很爆笑的内心戏 他的作品还被国外媒体转载报道 还有国外的顶尖舞团 想要邀请他助团画画 异想世界要带大家认识林秉豪 重新认识芭蕾舞世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兔兔舞舞 芭蕾战争 每个女生的蓬蓬裙之梦 我就刻意就是画很多的芭蕾舞者穿着tutu 然后来表现这个展览 蓬蓬裙跟tutu啊 它等于是芭蕾 不啰嗦 让大家看到什么是芭蕾舞 他裙下风光 所以大家想到就让你看得够 我把锻带铺满 因为那个锻带也是一个芭蕾舞之梦的那个连结点 硬鞋的鞋带 我用一个大家最熟悉的芭蕾舞剧的表演服装来呈现给大家 就是天鹅舞 黑天鹅 白天鹅 蓬蓬裙印鞋芭蕾舞衣 多种芭蕾舞元素 构组出一场名为芭蕾舞战争的展览 她是林秉豪 过去自创了台湾第一个芭蕾舞衣设计师品牌 现在的她还多了图文作家的身份 一笔一画勾勒出芭蕾舞者的姿态 笔下画的不再是仅限于舞衣的设计草图 取而代之的是多年来对芭蕾舞者的细腻观察 而第一个观察的对象就是儿时学舞的妹妹 你知道妹妹学跳舞就是 每天就穿着小的那种砰砰裙 然后回来爱线 就是我妈也会说 我们来拍照 你去把她打扮好什么的 然后会里面有一个疯狂妈妈那种 刚穿上砰砰裙的妹妹 一心一意要女儿成为芭蕾琳娜的疯狂妈妈 这是林秉豪与芭蕾的第一次接触 此时她与芭蕾的连结仅止于此 直到国中的这一支芭蕾剧录以待 我就说像这样的小孩 然后就是你完全没有看过什么叫做芭蕾舞的状态下 你一定会很很惊吓 对啊 因为我觉得有那个冲击啊 才能产生东西 然后那时候就是就莫名其妙就开始会 开始会乱化这种这种有的没有的 但是都是芭蕾肢体 当班上男同学沉迷于电玩游戏时 林秉豪的目光却是聚焦于四 去书店啊或是什么就开始去翻相关的那个杂志或者是什么的 对啊 然后慢慢的就会开始了解什么叫芭蕾舞什么的 我觉得那时候是只是一个渴望 就是想要了解什么是芭蕾舞 只是从未学过跳舞的她也紧直于欣赏 高中念的也是从小擅长的美术班 直到一次为舞蹈班客串演出的机会 才正式点燃了她心中的小宇宙 对 本来就是后面的一些群众白白样子什么的 但那时候我才会去 我就自己就是骗妈妈的钱 然后去上舞蹈课啊 那时候我觉得是一半只脚踏入舞蹈世界 对啊 但是没有完全 但是可能自己很暧昧着觉得 跟其他舞蹈科的同学好像差蛮多的 然后我要去上舞蹈课 但是我是美术科哦 老师同学们都觉得你疯了 天分加上机缘 林炳豪就这样误打误撞考进了异校的舞蹈系 原本一周三堂陶冶性情的才艺班 也进而转为生活 只有舞蹈 却也让林炳豪感到窒息 突然有一天就觉醒了 就是原来我不是喜欢去当一个舞者 或是以后要当一个舞星 我只是喜欢表演艺术 对就是这个艺术圈 尽管后来舞蹈系没有念完 但对舞者的微妙观察 也在这个阶段大量累积 老师说自听出来吃饭的时候 另外那个你就会看到说 他脸就垮了 但这些细节都是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对啊那我就觉得说 这太妙了 我想说我应该好好上课 我什么都拿来观察 像是埋伏在舞者制造营里秘密调查的记者 加上后来自创舞一设计师品牌 常年近距离观察舞者的心机独白 和爆笑内心戏 全都成了他笔下的创作 有一些 譬如说骑脚踏车会把脚撕开 然后或是做很多舞蹈动作 他们我说了 就是他们24小时全部都是舞蹈 就是很有趣的练 睡觉都在舞蹈 他们所有所有的生活 好像是为了舞蹈而活 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单纯 对就是脑中只有舞蹈而已 是很可爱的 即便是离开了舞蹈教室 举手投足依旧展现出 我是芭蕾舞者的姿态 其实在林秉豪的字典里 只有一个字可以精准形容 他所观察到的舞蹈世界 这一个舞蹈世界啊 不管是中国舞或是现代舞 它只有一个动词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动词产生 叫做竞争 如果你可以当主角 你为什么要一辈子当曲目呢 是不是 没有人一辈子想当曲目 对于眼尖的读者们发现 书里的舞者都只有眼睛 林秉豪这样解释 因为舞蹈他不用讲话 他全部都用肢体表达 说我不需要嘴巴 我只需要眼神还有动作而已 其实在出版图文创作之前 这些都只是他私下的随性创作 但略带戏音乐的表现手法 总能引起朋友的热烈回响 我朋友就说 你不如就成立一个粉丝业吧 对啊 我说 蛤 这样不是很假掰吗 对啊 然后会有 我只是在练习画 对啊 然后 诶 就 我就真的 试试看动了一个粉丝业 就是芭蕾群音 就是芭蕾群音 被问到搞怪的粉丝业名称 林秉豪的答案让人玩而一笑 我像卡到很多音音这样 哈哈 就让很多那种怨铃啊 很多鬼在我身上 我这样自己开自己玩笑啊 透过图像描绘出舞蹈世界的阴暗面 林秉豪靠的不单单是记忆与图像 还有这个摆在工作室角落的小木偶 如果 有时候你不出来 有不出来我就讲他 你滚开 就是 你不可能去舞蹈教室写声 有些pose的时候就只能 这样然后就稍微画一下 对啊 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当你在想说 那个肢体要怎么表达的时候 你就自己会先在这里面 先模拟一下 包括书中最受欢迎的 讨人厌同学系列 也是从这里扭出来的 那一些都是我听来的 或者是我观察到的 有些就是可能爱线筋开腰软 然后每次就爱说反话 就是腿可以举到 我好爱用它做示范 哎呦 可能举到 举到这么高 他还说它筋很不开 就是有这种人 然后就觉得很好笑 里面全部都是 两层都是芭蕾 全部都是芭蕾 各个版本 什么 那 光是芭蕾 小小的工作室里 从柜子摆的 墙上挂的 一直到桌上放的 都离不开芭蕾 尽管以幽默 甚至略带戏乐的角度 点出芭蕾舞者的心酸血泪 但一张张让舞者又爱又恨的图文创作 反映出的 却也是他对芭蕾舞者的真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